股票暴跌,股价折半,你是否想要抄底,但是抄底又经常抄底到半山腰 有没有一套精确的方法可以一买就爆账呢? 想知道主力机构是怎么操作的吗? 大家好,我是琳达 第一次收听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订阅以便长期观看 今天呢,我就用主力的思维来给大家讲解一套简单又实用的抄底办法 建议大家收藏,以便重复收看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主要讲到的是买在将涨时 一买就爆账,抄底不再难 首先呢,带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 看到这样一幅图,最近的这个图呢,它是属于一个连续上账 那么我们看到这样啊,连续上账 我们最主要关心的是,我怎么样在这个爆账前 在这根蜡烛的时候我就买进呢? 一买进,然后就爆账 那么呢,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精确抄底战法 我们能够买到这根蜡烛 那么这个呢,方法呢,叫星星相应战法 是庄家思维的一个抄底战法 主要内容,首先是要在经过连续的缩量调整之后 伴随着极度萎缩的成交量 出现的一组类似阴阳十字相间的K线组合形态 这种阴阳十字的组合包括有阳阴阳组合 阳阳组合 那么必备的几个条件 第一,要有连续的一个缩量过程 且成交量为近期的地量 必须是小实体星形 十字星的线性组合 第三个,需要放量的长阳确认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案例啊 大家看,同样的一幅图 刚刚我们说,我怎么样能够在这根蜡烛买进呢 那么我们首先看啊 它的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成交量连续缩量 连续缩量在最近呢 达到一个极度缩量的一个过程 极度萎缩 那么我们知道在技术分析里有一句话 叫今日的大量是他日的加压 今日的小量是他日的助长 那么这种极度的这个缩量呢 也就意味着行情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波急速的上升 那么在极度缩量之后 我们找到这种星星相应的蜡烛组合 阳阴阳组合 然后呢,最后再有一个确认的指标 什么确认呢 对了,放量的大蜡烛 放量的大蜡烛 那么出现这个确认信号以后 当我们看到啊 我们就可以在这一天我们买进 买进以后就实现了一个什么呀 快速爆胀的一个过程 好吧 这个方法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说跟我说老师我是小白呀 这个方法对我来说还是很复杂 那么琳达老师再给你引入一个指标 叫做BAS指标 我们也叫做乖离率指标 这个指标呢 是为抄底而生的一个指标 大家看案例啊 首先你看在去年2月份股市暴跌之后 股价急速下跌 低点低点降低 乖离率指标 低点低点抬高 那么这个时候乖离率的数值 达到了负的11.214 那么达到这个数值以后 代表着股价已经进入了一个暴跌的状态 买入就暴涨 看啊我们买到最低点 是不是我们很多人梦想的都是要买到最低点 那你看啊 一买就暴涨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同样的你看下降趋势股价在暴跌 为什么在暴跌呢 我们可以看到BAS已经达到了负的9.793 数值越大代表暴跌的程度越大 然后呢我们股价低点降低 乖离率指标底底抬高 那么出现了这个底背离形态 也就代表了急速下跌什么样 止跌出现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买到最低点 一买就暴涨 神奇吧 所以我们说呀 BAS它就是一个为散户而生的这个指标 我们想要知道这个BAS这个指标参数在不同市场的具体设定的话 你可以直接WhatsApp即可获得 WhatsApp呢在这个说明里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接下来给大家呢对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用主力的思维模式 讲解了经典的星星相应的抄底战法 要点就是要有连续的缩量的一个过程 而且呢要有成交量的极度萎缩 最后呢出现阳阴阳或者阳阳组合的蜡烛形态 那么确认的指标就是长阳放量的长阳的一个确认 另外呢给大家还介绍了一个为抄底而生的指标 叫BAS指标 我们总结一下啊 其实就三点 第一个下降趋势 第二个股价加速暴跌 第三个乖离指标底背离 好了我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对我今天的视频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在留言区进行评论 我会及时回复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